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聊少林寺 虽然这个系列点击率不高 但是我已经开了头 就要有始有终把它讲完吧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我的频道 翻看前面几期讲少林寺的视频 我已经把它做成了播放列表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再看一下 前面几期已经讲到了 废太子施德剑 在三皇寨禅院,自己搞松山内养工 施永信呢,于1999年 升任少林寺的方丈 荣誉方丈,施素喜 也于2006年元季 进入了塔林 少林寺内部的争夺就已经告一段落 少林寺内部也逐渐稳定下来 少林寺在海外开了很多分室 宣传他们所谓的禅武文化 少林寺是宣传禅武 而非太子施德剑宣传的是禅武一 就这样大家也互不干扰 也算和谐相处吧 这段时间呢,对施永信的负面新闻也比较少 顶天就说他过度商业化 但到了2014年 突然爆出了少林寺的僧人 在塔林拉出了横幅 讨要他们的门票费 随后呢就爆出新闻 少林寺将松管委告上了法院 这松管委的全称是 松山风景民胜区管理委员会 是登峰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主要是管理少林寺在内的所有的登峰市内的景区 前面我也聊过 80年代在当时时任的方丈 市行政大师的上访下 少林寺拿到了全部的门票权 后来到了90年代 由当时掌握印章的施数席签字盖章 政府又把少林寺的门票权全部拿了回来 少林寺只能分得20%的门票收益 等到1999年 施永信升任方丈之后 又持续了上访 把少林寺能拿到的门票收益 从20%提到了30% 而资金的分配就是由这个松管委来主持分配的 大家相安无事十多年 怎么突然之间少林寺就出来讨要门票费呢 根据法院公开的情况 少林寺讨要的是2011年到2013年 三年的门票费 各类费用加起来大概有5000多万人民币 而且要求解除2009年底 少林寺和松管委签订的合同 那200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在2009年 松管委和港中旅成立了港中旅登峰公司 这公司将负责包括少林寺景区在内的 所有登峰市的景区的管理和经营 这公司的控股方是港中旅公司 他们仅仅出资5100万人民币 就获得了这公司的控股权 而当时仅仅是少林寺景区 一年的门票收入就是将近2亿人民币 打个比方就是你家开了个店 一年收入2万元 突然冒出来一个人给你说 我拿5000块钱给你 我要占你们家51%的股份 你们家每年的收入51%都是我的 在什么情况下 你才可能签下这样的合同 而比签下这个不能让人理解的合同 更不让人理解的是 当初登峰市政府还把这个当做 招商引资的典范来宣传 现在我们在网上已经很难找到 当初宣传港中旅入股的通稿了 只能从其他项目的招商引资通稿中 找出一点点蛛丝马迹 我们简单的算一下账 如果少林寺每年的门票收入是2亿 按照以前的分法 少林寺拿走6000万 留下一亿4000万给登峰市政府 而引进港中旅之后 每年两亿的收入 港中旅先拿走1亿0200万 少林寺再拿走他应得的6000万 那么就只剩下3800万 这是喇门子的招商引资 这简直就是叫了一个土匪进来抢劫嘛 就这剩下的3800万 他们还要支付给宗教局文物局 因为按照80年代制定的政策 这个少林寺的产权是属于他们的 还有部分事业编制的人员的工资 也是由这一部分的收入来支出的 这么算一算 支付给少林寺的分层也就只能拖着了 而当少林寺把松管委告上法院之后 松管委的负责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少林寺是无理取了 他们和尚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后来这个案件经过调节 松管委还是支付了剩下的余款给少林寺 转连到了2015年 网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叫做市政义的人 开始举报 市永信嫖娼与人通奸 有私生女贪污公款等等丑闻 这个市政义自称是少林寺的僧人 因为看不惯市永信的所作所为 所以实名举报 并且在网上公布了市永信在公安局的笔录 这份笔录是市永信2004年向郑州警方报警 称被一个女子敲诈时留下的笔录 公布的笔录一共有7页 只有一页是市永信的 也就是他到郑州市公安局报案的时候 警察询问他有什么情况要反应 他说被一个人敲诈了400万 剩下的6页都是这个敲诈者 名叫刘立明的女子的笔录 整份笔录大多分都是这个女子在描述 什么时候跟市永信发生了关系 然后帮市永信怀过一次孕打过一次胎 他保存了市永信的经验存到哪里哪里 要知道公安局的笔录在中国是属于国家机密 特别是涉及这种隐私的 哪怕是法院公开审理你是犯罪分子 这个笔录也不会公开的 而这次在网上公开的居然是公安局笔录的原件的复印件 这就证明了这个举报者市政义最起码跟郑州市公安局的高级领导有一定的关系 随后这个市政义又在网上高调宣布 他将以实名向中央举报市永信的作风问题 经济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 而当这个市政义出来爆料的时候 就有少林寺的内部人士说 这个市政义其实就是市永信的徒弟 市盐鲁 因为在2004年左右 网上曾经暴露过市盐鲁给自己儿子办满月酒的照片 市盈鲁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查识了之后就劝他还俗 不要再当和尚了 并且从少林寺的常住名单中去除了市盐鲁的名字 这就等同于把它开除了吧 其实市盈鲁呢 是市永信比较气重的一个徒弟 早在1987年 市盈鲁就拜师市永信 到了1998年 市永信创办少林武僧团的时候 市盈鲁担任武僧总教头 到了1999年 市永信身作为方丈的时候 在他身后帮他打法闪的就是市盈鲁 所以就算市永信因为市盈鲁结婚生子 开除了市盈鲁 但是他们俩的关系也还算可以 到了2005年 甚至允许市盈鲁把他的武校的招生办公室 放在了锤浦堂 锤浦堂原名达摩西来堂 1985年改为锤浦堂 里面有少林寺的拳法的离宿木雕展示 至于为什么改名呢 也是因为这些拳法的离宿木雕 当时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 敬会法师到少林寺看了之后 发现这个达摩西来堂里面 有这些拳法的木雕 就写下一首诗 侮辱风前一栋开 当年二祖酒徘徊 早知残辈全头戴 达摩未必肯熄来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吧 锤浦堂里面毕竟有少林拳法的离宿跟木雕 也是吸引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景点 能在这里办一个招生办公室 对于他招生是相当有利的 也就是这个招生办公室 导致了师徒的决恋 因为施永信要四眼鲁交房租 所以当这个叫做四正义的人出来爆料之后 没过几天 少林寺的内部人士就在网上说 这个四正义就是四眼鲁 他因为被四正义开除出事 再加上房租的问题 对四正义怀恨在心 所以栽赃陷害 于是就有记者去采访四眼鲁 四眼鲁对此失口否认 什么四正义我不知道 但是我敬佩他 因为我马上也要举报四永信 在接受采访之后的第八天 2015年8月8号 四眼鲁带着他的团队出现在了北京 宣布实名向国家宗教局举报四永信 他举报的材料 包括四永信在自己方丈市吃红烧肉的视频 十年来他给四永信转账的记录 少林寺豪车的照片 最重磅的是据说是四永信情人的四眼节 以及四永信师生女的照片 并爆料四永信有两个户口 一个佛家的一个俗家的俗家姓名刘应成 而这个四眼节同样也有两个户口 俗家户口名叫韩明君 与他的师生女一起挂靠在四永信的俗家户口之下 并公布了四眼节去办户口的时候 戴着假发的证件照 用现在的话说 这他妈全是重磅石锤啊 而且这些石锤 与当初施政义在网上的文字爆料 一一对上 这就证明了四眼鲁即使不是施政义 也跟施政义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不管四眼鲁是不是施政义 他们所爆料的这些石锤 绝大部分是普通人难以搞到的 比如说公安局的笔录 这是国家机密 试验节去办户口的时候造的证件照 这是个人隐私 试用性方丈式的监控录像 这在少林寺也应该属于秘密级别 普通人如果没有内部的关系 是很难拿到这些资料的 而且这些材料听起来很重邦 实际上对试用性的杀伤力很小 国家不会因为他一个和尚去吃肉 或者有私生女而去关他吧 只能让他失去方丈的位置 而废太子士德剑已经另立中央 对少林寺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少林寺管理层 试用钱试用海 都是试用性的师兄弟 换句话说 试用性的这个方丈位 甚至是试用钱试用海让给他的 他们各自在少林无形资产公司 也都持有股份 而斯盐鲁跟试用性的恩怨 要追溯到十年前 他为什么等了十年 才来举报试用性呢 难道真的是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吗 我们再倒回去看看 少林寺起诉松管伟时候的要求 除了追讨门票费用之外 还有一个取消2009年底松管伟签订的合同 而问题也许就出在这个合同上 那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期再讲 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周末过得愉快